金融大哥你怎麼觀察 AI確實會改變世界 那已經正在進行中 第一個我們來看 Eom Musk在這一個會議裡面 他第一個他認為加州很多法律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太多法律了 所以他認為這些法律 他說最快的清理方法就是戰爭 不過他不希望戰爭 那就是等於用垃圾回收的方式 把他整個那些法律 那我覺得這個馬斯克這一個人 本身來講他點子很多 常常有時候覺得都是法律束縛他 另外有一個他有提到 因為他有投資Spacebacks 那個X這些 他也認為說在太空裡面用的AI 用的很少 這個可能是將來 那因為太空本來是一個比較 講起來就是說 等於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科技 比較少 以前是等於是國家 國家主導現在有美國現在有這個SpaceX這個民間的公司 所以AI導路會比較慢一點 那AI我們另外講一個很有名的人物 就是華倫巴菲特 在他的這個巴克下的那個股東會 他就講 AI他很驚訝 他發現有人仿造巴菲特在那裡講 他說如果將來這個AI仿造我女兒來跟我要錢 我舉例來講 他很容易噴 他說他不懂AI 但他覺得AI這個地方很可怕 很危險 對對對 我們接著講 讓AI能夠這麼快的推手就是輝達 那輝達呢 黃仁勳他談到他的創業的過程 他有兩個朋友邀請他去參加他的創業 基本上邀請他在那個Dennis 在美國那種餐廳 家庭式的餐廳 在那裡談 就創造出來 那當時他們要決定做這個顯示卡 這個顯示卡其實是一個非常競爭激烈的這個產業 當時有一百多家的IC設計公司 當時最有名的公司 比如說叫真Lab 真是 還有這個Paladise 很多S3這些公司 那這些公司都有一些成就 那他覺得黃仁勳他們能夠在這個地方脫穎而出 主要是他認為 他們揮達的是利用他們的眼界 他主要呢 他就是說揮達他要做產品 他是主要他的眼界就是應用 解決應用問題開始 他就是要讓就是希望呢 他觀察整個這個市場 或者世界來看 他就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所以他要創造出讓使用者 能夠有最有趣 最多的一個收穫的產品 這個是揮達他創業 所以能夠成功脫穎而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個AI來看 因為AI加速器 AI加速器裡面所用的IC來看 我們看 大概根據一般的研究來看 就是揮達大概今年 可以達到400億美金 那第二個是這個超微 超微有40億美金 大概十分之一 那Intel最慘 大概只有5億美金 所以Intel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說以Intel和超微的營收 我們來比較 就是說我把每一季的這樣做出來 我們發現其實目前AMD追 Intel已經很兇了 它的營收大概是Intel的40%左右而已 所以以前它事實上可能只到了七分之一八分之一而已 那另外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在伺服器的營收方面 超微已經快要超過Intel了 以前Intel是遙遙領先 尤其伺服器 那最近超微為什麼可以領先 尤其是在AI的晶片方面 所以Intel受到超微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這個從股價的表現 大家也都可以看出來 那麼整個AI的硬體 坦白講少了台灣就沒了 就真的是沒了 整個硬體 第一個晶片的生產 全部都是靠台積電 當然NVIDIA不在話下 超微這兩家 AI的晶片 包括Intel也是 都是在台積電下片 那麼幾個就是說雲端服務供應商 我們講的就是亞馬遜 也在台灣組裝生產 IC都是在台積電下片 包括亞馬遜 谷歌 還有微軟 微軟他們都有要自演晶片 這個全部都是 特斯拉 要做AI 也都是在台積電下片 那麼這個IC出來以後 整個組裝都是在台灣 對 像台灣的以前的電子五個都是 鴻海廣達 合作 偽創 這些都是 台灣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台灣從1980年代開始做PC 台灣就是掌握整個PC的供應鏈 對 PC當時主機板 對 全部全球的主機板 基本上95%以上都是在台灣做 對 那台灣掌握了這個以後 主機板掌握接下來有了伺服器 Notebook也都是台灣台灣 到現在台灣雖然沒有 沒有在台灣生產 或者是只有部分在台灣 台灣掌握90%以上的市場 尤其是伺服器 AI伺服器不講以前的一般的伺服器 台灣也掌握90% 所以這個AI伺服器出來當然找誰做 台灣做絕對是 所以黃仁勳才說台灣是AI革命中心嘛 對沒有錯 就是大家要理解到在AI的時代 台灣就在革命中心 而且是推手 也就是說台灣是把AI推出來 讓它很快的推到市面上 應用越來越多 所以我現在就講 以前台灣社會就覺得 台灣呢 這個島是低島鏈的不成的航空母艦 這是以前的台灣 後來有了晶片的 那個整個供應鏈跟群聚 台灣就有矽盾 我現在跟大家講 以後還有AI盾 真的啦 就是你要AI你就要來台灣 那這些AI伺服器 AI的零組件供應鏈晶片 就叫做AI盾 好那我現在講AI盾 不信大家往後看就會回頭驗證我今天講的AI盾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大概昨天的新聞吧 美國要撤銷Intel高通輸出到華為的晶片許可 那這個引發的事情是第一個就是華為最近出了一款這個Nordbook 這個Nordbook叫做Mate MateBook Pro X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它其實出了好多款 以前都好多款 那這個裡面是用Intel的CPU 而且這一款呢 它是用Intel最新的Core Ultra 9 這個是裡面是AIPC的功能 所以這個部分美國的眾議員看到了就非常的火大 就去諮詢 所以呢 就緊急這樣 那另外一個 就是說那個華為 它自己出了手機Mate Pro 那高通呢 高通我們講它也是有許可 但是它只能賣4G的 所以這兩個其實對高通和Intel的影響都很小了 那剛剛講到蘋果 蘋果呢 昨天發表的是它的iPad 那iPad裡面 當然大家都要看它的AI功能是什麼 那第一個 最重要的是它iPad Pro是用M4 M4這個就是 是一個非常強的 M4是用台積電的N31的製程 3奈米的 所以它的功能非常的強大 又省電 功能又強 那它裡面呢 它這個 這個處理器的裡面有CPU GPU 還有MPU 就是神經網路 那就是等於AI的功能 事實上 蘋果 在它的IC裡面 AI的功能就很強了 那至於 真正的強的話是 大概它的 後面呢 我們要 蘋果會發展一個新的 叫做 叫做 AJR 這一個部分 就是AJX AJX 它會在將來的 iOS 8裡面 優化 很多AI的功能 就會在這裡出來 比如說 摘要文件 做 可以深層很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 林冠 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 頂 拜託 拜託